我们听惯了进口品牌为中国运输市场定制化开发的卡车产品 想不想感受一下国产品牌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新能源解决方案 9月16日2024年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展会比阿迪携带了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商用车新品亮相 为欧洲的消费者们诠释了一把什么叫真正的中国定制 还在等什么赶紧跟随小编的影片让我们去一睹为快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厂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当下的商用车市场技术日新月异 面对未来商用车走什么技术路线这一考题 国内外不同厂商都有自己的答案 而在2024年汉诺威商用车展上 我们也可以找到答案 本届汉诺威商用车展以流动的货物与人为主题 共吸引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 超1650家企业参与 展会上各大厂商均展出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设计理念 展品范围涵盖了各类商用车及专用车辆 关键零部件与先进技术 创新解决方案与前沿技术等领域 包括自动驾驶技术 智能网联技术等方面 而作为目前新能源汽车龙头的比亚迪 也带来了多款亮点车型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全球首次亮相的 纯电动轻型商用车Ewali 据介绍 Ewali是专为欧洲市场设计 可满足日常最后一英里配送需求 Ewali共分两种车型 3865毫米轴距车型总重3.5吨 货箱最大承载容积为13.9立方米 4550毫米轴距车型总重4.25吨 最大承载方量达到了17.9立方米 根据轴距不同 该车还提供了后驱四驱版车型 后驱版车型配置有150千瓦高功率驱动电机 而四驱版车型则是在前者基础上 新增了一款100千瓦功率的前置驱动电机 整体动力性得以大大提升 满载走烂路 过坑洼都无需过多担忧 此外两款车型均适配有容量 80.64度的电池组 后驱版车型综合满载续航在250千米左右 四驱版车型综合满载续航在220千米左右 为了提升车辆的运营效率 该车型还支持188千瓦 高功率直流快充 电池组从10%至80%充电时间仅需30分钟 这个充电效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在本次展会现场 比亚迪还带来了一款7.5吨级 两轴载货车型 适用于欧洲地区的成交转运运输 该车型同样拥有两种轴距可选 分别为3360毫米 4200毫米 且两车额定承载质量均超过3.6吨 续航能力上 实拍车搭载有126千瓦时 磷酸铁锂电池组 为比亚迪自家提供综合满载工况下 续航里程为200千米左右 适配有性能良好的BTMS热态管管理系统 并且支持115千瓦高功率直流快充 20%充到100% 时间不到一小时 动力方面 实拍车搭载有最大150千瓦功率的 集成式电驱桥 且最大输出扭矩达到了550牛米 最大爬坡度为30% 在细节匹配上 也有着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如车道偏离预警 ACC EBS BSIC盲点信息监测系统 DDAW疲劳监测 以及NSA智能安全辅助系统等 可大大提高行车安全 而针对短途成绩运输场景 比亚迪还为欧洲区域市场 推出了ETH8中卡车型 整车总重19吨 额定承载质量超过10吨 同时提供4500毫米 5700毫米两种轴距可选 用户可根据自身建筑 物流 市政和环卫等多种用途运营场景 来选择合适轴距的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 比亚迪还在现场别出心裁的 带来了旗下新一代港口牵引车 EUIT 2.0版本 其最大牵引总质量达到了恐怖的64.8吨 无论是港口码头还是陆路港口 这款车都能得到良好的场景应用 实拍车采用4×2驱动形式 适配有260千瓦功率的驱动电机 最大输出扭矩达到了750牛米 再搭配上两档AMT变速器 整体性能表现完全可满足 日常货柜转运的运输需求 同时3500毫米轴距带来了 更小的转弯半径 使其适合在更狭窄的场景中操作 驾驶式的大车窗设计 也可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据悉该车型可承受 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上50摄氏度的高低温 更适用于全球不同气候 当然除了整车之外 比亚迪也带来了旗下 诸多自研自产的零配件 包含有各种容量的动力电池组 蓄电池 电控系统等等 可以说比亚迪此次亮相和诺威 不仅代表了比亚迪 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的最新成就 也预示着比亚迪在全球市场的进一步扩张 打不过就制裁 这大概是美国这几年最真实的写照 近日美国终于确定 将从9月27日开始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 距离加税政策执行 也就只剩一个星期了 可小编发现 中国汽车好像也没怎么卖到美国去啊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新能源汽车总量 约为1.25万辆 占国内汽车出口总量的0.3% 也就是说 就算彻底放弃美国市场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 也一点都不耽搁 那么 谁在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呢 小编查了一下 2023年中国汽车总出口量是522万辆 其中电动汽车占比34% 约为177万辆 这177万辆电动车 都卖给谁了呢 这里小编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 排名第一的是欧洲 买走了64万辆中国电动汽车 主要包括了比利时 英国 西班牙 德国 荷兰等 在欧洲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则是上汽打造的MG明爵 另外吉利旗下的沃尔沃 吉星电动汽车 在欧洲也揽下了不少市场 其次是东南亚 贡献了31万辆纯电动汽车 东南亚相对比较贫穷 出口单价也低一些 平均车价只有7.18万元 买的最多的是泰国和菲律宾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 会大量购买中国电动汽车呢 泰国就不用说了 有明确工厂 也有比亚迪工厂 本地化程度很深 菲律宾呢 早就建成了完善的 中国电动汽车经销网络 像比亚迪汉 唐 吉利 蔚来 广汽 奇瑞等中国品牌 都已经进入菲律宾市场了 产品齐全 价格适中 亮大 广宝 印尼也是中国电动汽车的 重要出口市场 50红光mini 就在印尼深受欢迎 剩下的就是 中东 南亚 拉美 分别出口了19.4万辆 11.6万辆 以及7.2万辆 其实澳大利亚 也是中国电动汽车的 忠实进口国 我们都知道 澳大利亚 自己没有汽车产业 葡萄酒 铁矿石 煤炭 羊毛 乳制品 红酒等 主要出口中国 为了平衡澳中贸易逆差 因此 澳大利亚选择大量 进口中国电动汽车 每年大约能买走10万辆 不过 要论单一国家市场的话 俄罗斯才是 中国汽车出口的 第一大户 一年就能买走100万辆 当然了 这和美国制裁 俄罗斯也有很大关系 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 别说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百分之百关税了 就是彻底尽售 中国车企 不要美国市场了 似乎也没什么影响 那美国进口的 1.25万辆 中国电动汽车 是谁加的呢 其实这些车主 主要来自于 特斯拉上海工厂 吉利旗下的沃尔沃 上汽通用和长安福特 大部分都是美国品牌 只是美国版的 出口转内销罢了 所以你在美国 几乎是看不见 比亚迪 吉利 长城 或者奇瑞等 中国品牌的 可以说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本身就没有 依赖于美国市场 那为什么美国 还要对中国电动汽车 掀起关税战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建立贸易壁垒 对美国电动汽车 实施关税保护 美国电动汽车产业 转型太慢 已经被中国 远远甩在身后了 如果不搞贸易保护 任由中国电动汽车 出口美国 只会进一步挤压 美国电动汽车的 生存空间 马斯克就曾说过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的话 中国汽车制造商 将在全球占据 主导地位 第二 倒逼中国电动汽车 产业链赴美建厂 特朗普多次表达过 愿意邀请中国车企 赴美建厂 但前提是 帮助美国 完善电动汽车产业链 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 歧视性政策 令中国车企 不敢赴美 比如 华为被驱逐 TikTok差点被逼卖身 服药玻璃也遭到 美国税务部门的 突击审查 对中国企业而言 美国的营商环境太差了 远不如美国企业 在中国所享受的待遇 其实华为已经证明了 一个中国公司脱离 美国市场 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没有美国市场 中国汽车也出口了 522万辆 登上了全球汽车 出口第一的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 在汽车产业上 美国对中国实施的 歧视性关税政策 远不如芯片卡脖子的 破坏力那么大 而根源就在于 美国在芯片领域 确实领先 但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才是领先的那一个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